教育界普遍認為任何一位學生除了學習之外 必須有面對社會的積極態度 他們必須要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必須關懷社會 必須有社會責任感 不同的課外活動能夠反映學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所以名校在錄取時一方面參考分數 但亦都要看重學生的課外活動背景 根據多位大學資深官看來 學生除了學協成績優異之外 還必須要保持個人特點 能夠對自己感興趣的事有恆心、有熱情 高分的學生永遠都是不缺的 所以學生的分數要非常之高 才有可能會積深於被考慮的範圍之內 同時還要有特長和擁有良好的綜合質素 才能夠所有申請者當中脫榮而出 競請鎖定則日晚7點半 越以二台天下中黃潭 大學看中哪些課外活動 然後再次結束